我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中國A隊對上越南A隊的對決 兩隊都是A隊的比賽 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越南隊這邊十場在斷線 我看了一下RP 斷得亂七八糟的 而且你們看這第一場比賽 時間也是從11分開始 也就是說前面的紀錄早就沒了 從中間開始打 但他們好像有同意 再繼續從斷線的地方開始重打 所以一開始的時間會跟 其他的RP不太一樣 這一次文明就不稍作多解釋了 我們會在打的途中 稍微講解一下文明的搭配 跟戰術選擇 目前中國這邊 中國隊選擇是兇人 兇人前期不需要蓋房子 省下非常多木頭 可以多產點農田 然後轉出肉馬來 那他前期就是打一個赤猴前鴨的打法 但其實說是前鴨 也就只是要找漏洞 看有沒有能抓繞蛋村民 實際上能打到村民的可能性是比較偏低的 好就是這樣子 去抓一個繞蛋村民來打 這邊就抓到一隻了 沒錯就是這樣 為什麼說可能性很低呢 就算你抓到的話也不一定收得掉 好除非 硬打 像這樣子 看都快要走到TC 結果還是被敲死 很可惜 好 這邊這個抖音提姆大師 這個抖音提姆大師到底是誰 VB嗎 有點忘記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也記得這個是很常出現在天梯上的高手 我也知道他是中國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本名叫什麼 他每次都會改名字喔 應該是VB吧 好 其他文明呢 保加利亞人喔 在這張地圖來說 也算是可以打強攻的 那保加利亞人除了打這個螞蟻外呢 也可以打馬攻 馬攻還可以搭配這個 大衝車 但是以團戰來說 保加利亞不太可能會打馬攻 而更有可能是選擇這個 喪屍起命 他的寶兵 那我覺得還有可能性就是傑兵之類的 因為他的這個馬凳科技呢 可以讓這個騎兵攻擊速度 增加33%的攻速 跟這個日本的步兵攻速差不多快了 所以我覺得保加利亞這個文明 還是打強攻騎兵系列的話就好了 會比較適合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打打 那中國這邊的打打 應該是馬攻嘛 匈奴也是馬攻文明 雖然匈奴也可以打遊俠 但是如果是身為外加的情況下 馬攻的成分還是偏多一點的 那又選的是打打的話也沒什麼問題 那有這個鐵木耳工程術 火焰駱駝可以使用 接下來看伯伯 他的伯伯這個文明呢 算是我們之前團戰有講過 就是挖石頭出寶兵 好弱攻 康克所有的馬攻文明 而且除了康克馬攻之外 這個弱攻打騎士也是非常痛的 基本上弱攻 飛掉持兵西班牙征服者 都很康克馬攻跟騎士單位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算是有點被馬攻半康克的感覺 原來西班牙征服者的攻擊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馬攻只要點下拇指環之後 是很容易反殺西班牙征服者的 數量過多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看起來 中國這邊選的文明都是偏馬系的 四個文明都是騎馬文明 沒有半點步兵文明或步攻文明 所以我覺得他們打起來應該是會比較行動自由一點 畢竟這張地圖也確實很大 打馬確實有很大的優勢 那我覺得中國隊友應該是有稍微研究過這張地圖怎麼打會比較好 所以才選擇四馬跟文明這個開局 好那我們來看越南隊 越南隊的話是選擇了瑪雅人 瑪雅與射手的話基本上的話 他的這個單位可以當馬攻來使用 因為跑速特別快 而且射速也不差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瑪雅人的瑪雅與射手 這個造價便宜之外 而且我覺得防禦又很高 射速又快 比馬攻速度還要快 我個人覺得比馬攻還要更好用一點 但是他是保兵單位 所以只能從城堡裡面建造 算是小小的缺點 好 那接下來看他的隊友 Treader羅人 Treader羅人的話 是可以counter所有的馬國 就像印度斯坦一樣存在 打這個駱駝 攻擊有外傷害加成之外 他其他的單位 還有這個薩地利 其他單位的肉量減免是非常多的 可以省到蠻多的食物量 來爆出更大的經濟 那接下來越南隊這邊就是選中國 這個假中國人 不是 這個選了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的話 算是全方位的文明 他沒有太大一個特殊能力 但是中國聯弩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那我個人認為中國聯弩如果在這把出的話 應該效果會不錯 打對方馬公、騎士、遊俠之外 自己本身 只有手短的問題 也不構成什麼太大的一些問題點 而且工兵經濟來說都不會說太差 覺得中國這個文明選的很棒 好 那接下來選的比較特別是庫曼 庫曼封建實在就可以開始TC了 那要怎麼走下來TC是個重點 在團戰來說的話 通常隊友會來幫忙 所以防守來說應該不成問題 那庫曼的話如果到了後期 有這個跑速最快的所有的馬就單位 例如遊俠寶兵騎馬單位 跑速都是最快的 這個跑速糟糕不會 打這個草原騎兵或是遊俠 都跑很快的 打這個青茶也是 那我覺得送送這個文明就選的還不錯 因為這張圖確實很大 打這個青茶或是遊俠 或者是草原騎兵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我個人認為 這把不太可能會出到青茶 畢竟對面有伯伯 所以應該是送送會單純 只打這個騎兵開 直接出騎士 然後轉遊俠 或是視情況 去轉這個駱駝出來打而已 不太可能會打這個青茶單位 那我覺得待會中國 是比較有可能轉出中國聯弩來 但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畢竟我也沒看上比賽的結果 好 那這邊 Trader Run居然是出了 殺騎馬 這個 私裡 私裡 私裡瓦姆殺騎兵 那這個單位呢 是可以回避五隻箭矢的一個騎兵單位 所以是非常Counter工兵單位 還可以去騷擾的時候擋 擋這些箭矢 就是TC的箭矢它也是有閃避效果在的 之前的版本是讓他閃躲箭矢變少 然後CD時間變長 印象總是這樣子 反正有一個削弱在 但我覺得削弱之後 確實有弱了一點點 但還是不輸 在這個 這邊看一下好了 好這邊沒有打起來 OKOK 這邊又說撤退了 弱工出來之後 稍微還要再思考一下 因為 待會 這個沙瓦里姆騎兵 跟屈德羅倫人單位 如果上去硬貼的話 是很Counter對方的所有的馬舊單位 應該說騎兵單位 還是馬舊單位 原來這個 屈德羅倫人最強大力發射 你不管出什麼 不管是馬弓啊 或者是 對方騎士 他只要這樣子混合出兵 就可以Counter所有的搭配 馬弓也可以Counter到 然後對方騎士也看不到 但是就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 比駱駝數量不能太少 像這個情況是有點 他騎馬出太多了 為尷尬 不好意思 好 這邊繼續在攻堅 越南A隊已經走到了上坡來 然後這張地圖走到了上坡之後 勝率就會高達87% 因為這個上坡 要怎麼攻堅上去是很困難的 但沒想到讓他們直接攻上來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為藍色 休姆在後面在那邊亂鬧 還有跟右 兩個人在對手家裡鬧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就可以上這個高地 那我確實這一波他們也鬧到了一些東西的感覺 但聰明術卻沒有減少太多 越南A隊還是有這個聰明上的優勢的 那為什麼會有優勢呢 主要是因為是庫曼的關係 因為庫曼封建時代就有該TC的關係 雖明上本來就會比中國A隊多一點點 所以我就會認為中國A隊現在是並沒有劣勢的狀態 反正是有點五五開 甚至稍微有點小小優勢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說稍稍優勢也一定是因為他們這邊殺進去了 只要一殺進去讓對手收到村 這個就會稍微拖到點經濟 你看這邊還有屍體 不知道 這一波進去其實是不虧的 反正是中國A隊是有一些些的小小優勢在的 好 那中國A隊目前這波手下也是守得很漂亮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建築受傷也沒被鬧進去 周到月也沒被砍爆 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接下來中國A隊可能會分兩隊的 下面兩隊上面兩隊就像現在這樣子 各打各的 像在打阿拉伯一樣 一個騎兵國一個攻兵國在後面射 很像在打阿拉伯 好 那中國A隊我覺得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是這個他們的打法並不是那麼的死板的 大家對中國人的印象就是可能 比較縫閉一點 想法上可能沒那麼靈活 但他們的打法還算是蠻靈活的 這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覺得其實 玩家之間這個溝通交流是蠻重要的 他們的想法也沒有停留在很早期的時代 而且甚至可能還比台灣隊還搶上一些些 我覺得中國隊他們蠻厲害的地方是 常常也會跟觀眾一起玩吧 雖然我們台灣隊也是 但是就是台灣人跟一般的玩家玩的次數會偏少的感覺 因為我最近以前是開世紀立國 然後開直播 然後跟觀眾一起玩 我發現其實玩的人並沒有很多 不是玩的人沒有很多 是那個好像只有我這樣做而已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爬天梯 那我也不可能帶著觀眾爬天梯 因為實力差距會有點明顯 所以大部分都是陪新手一起打AI 帶一些新人起來 那我覺得中國A隊他們的一個 世紀立國文化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還會 怎麼卡住了怎麼卡住了 這應該是LAG斷線喔 他們還會跟一般的觀眾一起玩 可能是有付費還是怎樣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喔 可以帶動一些世紀立國的新人喔 比較適合的可以加入這個遊戲 其實我們世紀立國群的裡面的 老玩家們喔 其實不太會去跟新手一起玩 這是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可惜一點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像我以前那樣子喔 多多少少跟新手們一起玩 那他們才會一起動力繼續玩這個遊戲喔 或是真的入坑 或是他們帶更多人一起來玩這樣子 最近遊戲的社群的影響力是蠻重要的 所以一開始世紀立國第一版剛出的時候 我至少實況了一年吧 在Twitch 整天都會打世紀立國 然後陪新手一起玩 然後帶他們打AI 再來教他們一點出兵姿勢打團戰之類的 雖然最後也沒什麼太大成果 看的人數也不多 大概就兩三百人 最少的時候也只有一百多人而已 可憐啦 哈哈哈哈 但是這過去是了 好我們現在回到比賽上 好那這邊庫曼這邊大量的騎士喔 直接打到青色家裡後面TC喔 哇這個有點傷喔 越南這邊兩邊都會互相傷害喔 那目前看起來喔 這個驅著羅人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並沒有讓對方的馬騎士喔 直接可以上到上波一直在輸出 馬上就把他趕走了 那這邊是選擇了一個到處分推的打法 博博在後方直接爆射一波 但是中國的工兵已經到達這附近 這邊想要躲一下但是沒躲掉 欸對啊為什麼會這麼lag啊 好像怪怪的喔 不知道是不是RP的問題 好那這邊 兇人 直接抓了 這邊開TC的喔 這邊TC如果沒有冰藍防守的話 騎士可能會直接帶走喔 這個TC 後方還有更多的驅著羅人單位 鋪曼的兵也來了 右的馬公格只能先撤退了 看這個馬雅與射手 就是這麼難產 而且馬雅與射手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的遠防的防禦是多一點 所以比較能抗箭矢一些些 1加2的防禦 好那待會 馬雅拇指環好了之後 射速會更快 不過這邊也點下拇指環了 哇兩邊拇指環點實際都差不多 高手們的 點這個科技的時間都蠻像的 好拇指環好了之後 打駱駝應該會更好打一些 但是還是被打很痛喔 你看這個驅著羅人 砍這個馬公傷害還是很高 但是這邊又打得很不錯 不是又 這個青色玩家 躲這個小 偷射 蠻蠻蠻舒服的 直接在那邊原地開火 好這邊戰場驅著羅人貼的上去 輸出出一波 但是後方攻兵來不及到 所以這邊有點損失一些單位 這邊可能要直接退了 這些馬雅的 羽劍射手趕快跑了 這個再繼續打盆會全部送光 那順帶一提馬雅與射手 是跑不贏任何一隻騎兵單位的 跑速上來說還是稍微慢了一點 我覺得跑速跟老鷹差不多吧 但是最終還是會被騎馬單位追上 這個是玩老鷹果要注意的事情 好這邊點下帝王時代的是橘色 橘色骷們也要到帝王了 那這邊先上帝王時代的是越南隊 越南隊已經兩家已經帝王時代了 第三家鋼點 那中國A隊這邊則是三個人 幾乎快要同時點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那目前看起來這邊 越南隊現在有升級時代的優勢在 中國A隊現在是且打且退比較好 正面硬鋼並不是上上側 他們這邊反應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直到對方上面上帝王了 並沒有選擇正面硬鋼 那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惡劣的選擇 那中國這邊 牆武直接壓到下方禁地 而且他這邊很聰明 只拉了一隊 這邊只有十隻左右的 主隊還在後方 遲遲到來 但這一隊應該是要去別的地方燒了 我不是要來這邊直接射爆中間這裡 好上方這邊我覺得是最關鍵的地方 馬尾射手持續輸出 哇你看射速多快啊尾射手 不然就很舒服啊 好接下來看起來天空熊 不是天空熊 最近一直想著天空熊跟墨西哥A隊 唉好可惜啊 算了算了不講了 下次還有機會啊 我們下一次世界盃 再來好好努力吧 台灣隊好像就直接落敗了吧 好像只能到 沒辦法到前八強還是十六強的樣子 最多就三十二強的樣子 我其實不太知道台灣隊到底現在是第幾名 他那個賽制 我有時候看不太懂 有時候打BO3 有時候打BO5 所以我現在連BO都不想打 可能我根本沒有搞準這個賽制 好 中國這邊直接打了破口進來 但是沒有繼續深入 因為他這邊可能是要先扣隊友來喔 趕快叫隊友趕快過來 結果隊友在後方直接被獨門 這裡有個Shit 結果BOBO沒有蓋好 直接把這個洞給打了起來 趕快趕快 中國隊友在等你 那目前中國A隊 稍微有點小小的劣勢 對方越南A隊已經開啟了城堡 準備要來攻堅這邊了 那目前中國A隊也是努力的想要勸遞喔 因為待會就要來跑貿易了 但是安全的貿易地點卻還沒有準備好 這邊石牆也才剛補完 而且這裡還有個洞 下方部分保加利亞的堡壘也被打爆 看起來要守住的話有點 需要點時間喔 這邊還沒有為好 現在目前看起來 中國A隊慢慢越來越劣勢了 但我覺得中國A隊 現在只是在等時代升級好還有科技好 等這兩個東西好之後 就可以稍微來反打了 那這邊等到隊友來之後 結果對手也來了 這邊中國的強奴直接選擇撤退 波波的馬攻在後面繼續射擊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再來就是青色的保加利亞騎兵 這個重裝騎士 有這個攻速加成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橘色 波波波 馬這個 富曼點下了遊俠 遊俠很關鍵喔 如果這遊俠可以第一時間變勝的時候 瞬間變個二三十隻遊俠 直接殺進去 是會非常難受的 對手通常沒法擋下來 這個強 高強度的遊俠 衝撞的傷害 好這邊再準備變身喔 很明顯 哇這裡有三十六隻阿 待會一定很誇張 這待會可能就會變成我說的 那中國一隊搞不好這場會輸喔 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太妙 從頭 也不能從頭到尾阿 但是中後期開始喔 越南一直強制 給對手壓力喔 而且這邊中國連弩也慢慢轉出來了 中國最大的王牌 中國連弩也身為精銳阿 這個很有機會阿 有中國連弩之後 對面的弱攻算什麼東西 對不對 直接爆射一波 聽說你很勇嘛 弱攻 聽說你很勇嘛 中國連弩更勇阿 對射的時候是中國連弩會贏的 別人中國連弩的箭矢數量夠多 但波波只是單純的 攻擊傷害高 然後對馬弩有外傷害而已 但對布弩是沒有的 所以這邊中國文明是能康克對面伯伯的 他戰前底是要除這個中國連弩 中國連弩一除之後 你看這個血量掉得多誇張 直接爆開 哇你看這個血 每一射都是破千滴的傷害 好下方這邊直接一隻排開了 覺得羅倫的弱頭直接往上貼 傷害也是吃好吃滿 但第一次應該是把弱頭往回拉 想要來拯救一下中國裝騎士 但裝騎士也被破方的 中國連弩的單位給射爆了 看中國連弩打騎士傷害也是這麼高 那麼現在看起來 越南A隊兩邊上的來說進攻 我覺得中國A隊小小有點劣勢喔 這裡遊俠一升級 果然一貼上來 正面開始打不贏了 打這個變身 他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打遊俠30隻的時候 是非常難擋下來的 果然是擋不下來我不知道 下方本來是 可能可以擋住的 但是沒有辦法 單位都往下派了 那上方就變成 右跟這個伯伯 不是伯伯 跟這個匈奴 人手上方 那兇奴這邊的話比較麻煩是 他沒有 沒有駱駝可以出的樣子 他只能出這個遊俠來打 不然就出這個寶兵喔 打他和騎兵 但打他和騎兵這時候出 感覺效果也不是很好 但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是兇人的話 我就想出寶兵了 現在要比遊俠出來 是不太可能 經濟那麼差 而且右的話 現在確實也有一定的戰力了 這邊基本上要 直接集戰力的話 出這個寶兵 好像也不錯 前進匈奴的銀罐點下 這個 躍奪者科技點下之後 馬就也可以 升這個寶兵出來用 不過我覺得應該可以不用 去煩惱太多 直接去按這個打拉和騎兵出來 就好 好不一定要點遊俠 好 那這邊 又還點下標槍騎兵的精銳升級 這邊是 準備要來轉戰毛兵的嗎 好 那下方中夺 加上 學者羅倫的聯軍 看起來效果是不錯的 蘿蘿跟保加利亞 有點被壓在家裡打的感覺 無法出門 後面劇情投資機 還在繼續輸出 看起來 中國A隊 目前前線的兵力 是不太夠的 那經濟方面來說 也算是蠻極限的 兩邊都是 也不算兩邊喔 中國是比較極限的 那越南A隊這邊 你看食物還這麼多 其實還是蠻有餘力的 沒想到中國A隊 開始慢慢 不見落後了 而且這邊 還傷到了貿易路線 你看這個地上 死了那麼多貿易車隊 這裡的一個進攻位置 就是越南A隊的一個 主要攻擊的標地 只要走到這個地方 能傷到對方的貿易車隊 算爛了 後方庫曼的騎兵俠 能不能繼續補過來 如果不能補過來的話 被鎖死了 那可能這波進攻 就只能到死為止了 那中國A隊 目前完全沒有 任何反打的偶像 中國聯盟傷害還是很高 不要想起兵出來之後 就會好打一點 這個馬爾尼射手 那為什麼 可以出 標槍騎兵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隊友有伯伯 伯伯只要選擇之後 隊友也可以生產標槍騎兵 比方可以生到這個精銳 我個人也蠻喜歡 標槍騎兵這個單位的 標槍騎兵就是一個 可以不用升級戰毛兵單位的 一個現成的 戰毛單位 相當好用的 好這邊 看起來 中鬼A隊E就打不回去 而且兇 我們應該出肉馬了 這邊只要誰先出肉馬 可能 軍力上 E時間就會不太夠用 反而會給對手 越來越多時間 農 這個經濟農起來 好 中國A隊 繼續在後方輸出 好 我們覺得中國A隊不太妙 這看起來 中國A隊有點 且退且敗 而且這邊 大衝車也來了 速慢的衝車 加上180D 高跑速的遊俠 正面硬坎 這邊看起來 要被解光 衝車數量有點多 但是 保加利亞 熊這邊第一時間 是去打衝車的 沒有打正面的遊俠 畢竟他也打不贏 所以確實 全部的兵去打遊俠 是最好的 打遊俠 打衝車 打衝車 那從車這樣一直出的話 可以吸收非常多的傷害 有個小部分可能 大陸還要再補一下 看起來 送送 的中國連弩還是很強 好爆射一波 好三方這邊貓 也是跑的 跑的也有開始運作了 好 那這邊 越南A隊已經找到了 中國A隊的貿易根據地 這邊中國聯準再走個幾步 就可以斷到貿易 只要能斷到貿易 越南A隊就可以拿下 這場遊戲的比賽勝利 中國A隊的一個 最後防線快要被擊垮了嗎 就這邊渾身罰術 但是他要先要專心對付上方的送送 送送對付不了的話 會直接上面也爆開 但下面感覺快要撐不住了 這邊驅逐羅倫 加上這邊強弩實在是很難解 而且還是中國聯盟的部分 好 這樣開始有一些貓易車盾 已經在後方瑟瑟發抖 稍微再走個幾步 這邊就要被身叉 火炮塔了 中國火炮塔的洞要插進來了 好 那越南A隊已經拿到了 最危險的貿易第一代 中國A隊 打出了GG 那我們恭喜 越南A隊拿下他們的第一勝比賽啊 哇 這場比賽 打的算是 蠻標準化的 這邊瑪雅也有在後方去做騷擾 那正面的話 遊俠也是直接撿的進來 庫曼的這個遊俠真的是 速度太快了 就算你用一般馬去讓他跟他追賽跑 還是可以追得到的 這個支援速度夠快 而且還有大衝車可以用 大概就是下方這邊是真的很關鍵 中國聯盟一出來之後 這個聯盟兵 連勃勃都擋不太下來 大概就是 連這個保加利亞也擋不太住 雖然保加利亞本身就不是什麼坦克型的騎兵單位了 但連這個強軍士的保加利亞都打不贏的話 那就是真的有點尷尬了 好 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那經濟最強大應該是庫曼吧 庫曼的話沒關係第一 果然 因為他奉劍時代村民術就可以聊邀領先了 到了後期 時間拖得越久 而且他也是送送 送送的本來就有一定的實力 應該算是越南大將之一了 再來就是這位中國玩家 中國這個中國文明的玩家 這兩位都是越南大將 那看起來這兩位都沒什麼問題 都是打得蠻關鍵的 送送在上面扛戰線 那下面就有這位中國文明的玩家去扛 那我記得這位好像也是 我在玩世紀立國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就在了 還是五六年前他就在了 我記得那時候他就是職業選手了 他也是打很久了 很長一段時間了 跟Biper他們很像 現在世紀立國的職業選手好像都是那時期出來的 大概都七八年前出來的 有段時間了 雖然我沒有去深入研究 但大部分有印象的選手 都是那時期都打得都還是蠻有名的 好啦 那麼恭喜越南A隊拿到了第一場他們的勝利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第二場比賽吧 好的 遊戲來到了第二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是中國A隊這場越南A隊的第二場 那這場選擇的是有海有墨 那這樣地圖來說的話 一開始開局馬頭一定要蓋在這個小魚的旁邊 那蓋在小魚旁邊的話 就可以馬上蓋完馬頭 就可以來補這個旁邊的海邊魚群 這個海邊魚群 補魚雖然效率沒那麼好 但是前期馬頭蓋好之後呢 這個魚就會開始撒網 現撈魚 然後把這個撈到的Sashimi 放到這個碼頭裡面 所以就算你TC沒有蓋好你的村民 一開始就有這個慘肉的能力了 所以才不會導致你在前面 這個油木前面會斷吞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你會需要一些肉去維持你的TC的運轉 那你也需要一些木頭去出這個碼頭的 第一哨魚船跟蓋房子的木頭 所以一開始有海有木的配置 是非常講究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開頭就先這樣子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由於篇幅關係 所以這場比賽我會稍微加速一下 來增加減少遊戲的時間 避免大家看太長 畢竟每一部國家盃的影片都破一個小時長 其實看起來也是蠻痛苦的 我會盡量把這個遊戲的時間縮短一點 讓大家也看得輕鬆一些 好那稍微講解一下文明部分 說他要人的話 油木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不管是打海戰或是陸戰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在 畢竟他的所有黃金單位 都節免20%的一個折扣在 船艦部分血量比較多 遠房比較高都非常好用 那順便來講這個灰色 灰色達魯P圖 達魯P圖與船中載量是兩倍 後期可以打戰毛兵跟毛 戰毛兵跟相公 那後期也有樓船可以使用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是這個青色達魯P圖 不是達魯P圖喔 這個孟加拉喔 看錯了 孟加拉人的話最大特色 是這個戰監會回血 那相公部分呢還有這個派科技 可以增加攻速 而且他的大象也有抗招想能力喔 短貼業人來說 縱觀來講是不錯的 而且戰毛兵打孟加拉的相公喔 傷害也沒那麼高 會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那我個人認為 孟加拉人這個文明喔 算是傳代來說比較泛用一點 不管你打什麼戰術 孟加拉人都有一定的強度這樣 這文明是新文明來說比較特別的 發展出來比較一個特別的打法 所以他的強度一直是不弱的 接下來看一下波斯喔 波斯這個文明主要是海陸喔 TC的部分呢跟碼頭部分 都有這個工作 工作效率的加成 但是要到封建塞才有 而且他在遊牧很容易TC爆 就像這樣子這樣就知道 文明走出去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為什麼他TC爆很適合呢 是因為這個 波斯的TC是兩倍血量 所以他的TC很容易射贏對方 那 僅次於波斯的文明的血量 是這個 霸彈體人 那霸彈體人的話 雖然也可以打 但是首選還是打這個 波斯會比較好 因為波斯的血量多一點 比較容易弄得死 那霸彈體的話來說就沒那麼適合 但也是可以打 如果真的你隨機到了 敗彈體的話要打還是可以 那順便來講一下波斯這個戰術喔 TC爆的戰術就是 帶遊牧這張圖 你每看到對手每個TC喔 你就搞爆他 那要怎麼反制呢 就是你遇到你對手有波斯的時候 你也知道對手波斯在你家附近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TC附近的空地喔 像這種地方喔 全部插買木裝 或是防止都可以 就讓他沒辦法插下TC的地基喔 你就可以很好的成功對手的TC爆的反制了 就是比較簡單的反制方式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地方他做的並沒有很好 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 波斯在他旁邊喔 所以送送第一時間就被插爆了 那你也不可能跟對方對射喔 你絕對是射不贏的 所以縱觀來講 你最好一開始的反制 反制的方法來說呢 就是直接插這個木牆 插這個地板上去防制 那他地基敲不下去你就贏了 好 那這邊 玩波斯的玩家就有個戲喔 這時候你就要跟對手的村民走 你要跟對方村民走 你就知道對方的敵人的TC在哪裡了 那 適死的跟對方打一下 殘血拉走 那這時候看到對方的TC在這裡 那這時候波斯想的事情就是 來我要來準備第二次TC爆了 那這邊的話村民的話 盡量打架沒有關係 反正他這邊多打一點村民 就對他越有利喔 對波斯這邊 因為他本來就是要搞爆人 那他這時候一次搞爆兩家 相當關鍵喔 那TC爆戰術 雖然看起來有點無恥喔 那事實上也是真的無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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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的話我不建議新手去學喔 真的是無恥 哈哈哈哈 好 那各位喔 如果真的要學的話 就是像他這樣子喔 好看到下一家繼續搞 好 我就是開搞 那這邊 這個紫色可能沒經驗吧 你都知道波斯在你家附近了 你還居然沒有插木裝 然後還讓眼睛真的插起來 這裡發現時間也有點太慢了 好那這樣直接被插爆兩家 然後重點來了 這時候波斯繼續插 雖然他這邊土耳其上到城堡時代 好第一時間應該是可以插城堡啦 待會這邊石頭歪歪城堡插一插 這個TC是可以擺自掉的 可能他TC是不會掉的 但是還是稍微傷到一點經濟喔 這就有點虧喔 如果他一開始就把這邊插滿了木牆 這邊拉個木牆出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葡萄風情砲一出來之後 拆提器速度非常快速 雖然城堡在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不太會有事喔 好那其他地方 韓國這邊的話 可以打塔弓看看喔 但是他這邊沒有選擇打塔弓 反而是為死喔 那可能是你可能是要專心打海戰之類的 不然 要打海戰喔 那如果打海戰的話 他陸戰的部分 就不能打這個 劍塔騷擾了 結果反而是右這邊插城堡插人家 他超顯得一個經濟位置喔 問號 反插了回去啦 這個就是右 好 那其他玩家呢 也是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狀況 因為有人TC爆也是搞爆兩家 然後風情爆就可以到處開射 那瑪莉這裡也不能專心喔 基本上四家都是被搞爆了 那目前沒有一家四 沒有被受到騷擾的 而且海戰部分的話 目前是有中國A隊拿上為上風喔 這邊戰項也要突進進來了 哇 這個就會有點傷囉 這個要是投進去就 掰了 這個掰了 這個沒救了 好那這邊 戰車有一個小細節喔 要一直走來走去喔 好不能待在原地 有龍被射死喔 那這邊 戰項部分就一直敵一直敵 然後這邊 戰車要後面補起來喔 去阻止對手 去打這個 戰象 那這樣就可以頂掉了 OK 好那戰車再用血量去繞 這個就是一個你玩 鳳家人喔 需要做一個細節喔 就是如果你要打這個戰術的話 你一定要讓你的 彈車喔 在旁邊繞來繞去喔 不能原地發呆喔 不然對方TC跟箭塔很容易就射死了 那你戰線很容易就被對方村民給射死了 所以這個操作細節其實蠻多的 看起來又打得很簡單 因為他的細節是有做到的 這個就是頂尖高手的一個打法 好 接下來馬力這邊應該可以稍微頂住 因為他這邊經濟最好 也是越南的主將之一 看起來 越南這邊要一個人後期打4加 可能有點不切實際 這邊直接打出了GG 越南對這邊很導致打他GG 但沒有辦法 波斯TC爆這個戰術實在是太成功了 雖然沒有成功打爆第二加喔 但也足夠拖到第二加的經濟喔 封情砲特別直接經濟封鎖 所以這個火槍兵也出不出來 不然火槍兵出來了也打不贏封情砲 因為封情砲血量是更多一點的 好啦 那我們恭喜中國A隊高速拿下了一勝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第三場比賽吧 OK 那中國A隊對上越南A隊目前比分是1比1 那中國A隊剛剛以高速的姿態 我擊敗了越南A隊喔 那接下來就要來看這一把最硬的阿伯 中國A隊會怎麼打吧 那越南A隊這場比賽剛剛有出現了斷線的狀況 剛剛啦就是這次RP有出現斷線 所以待會可能會有一個簡介的畫面出現喔 因為我可能要重新錄影 不然他這個畫面會怪怪的 好 那中國A隊呢 這次選擇的文明是青色 這個緬甸人 那緬甸人我們在昨天的 昨天的影片沒有 前天的影片阿 有說到這個緬甸人阿 他是團戰大魔王 基本上飛鏢騎兵是一個難解之體阿 可以說是飛變集選的一個文明阿 因為這個飛鏢騎兵不管是打對方公兵或騎兵都很好用 只要使用者使用的恰當阿 只要一打二一打三阿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最後是選擇了哥德仁喔 那哥德仁這個戰術喔 昨天其實我在錄的時候有講到 哥德仁現在阿拉伯的補片的戰術喔 都是打這個劍塔流 這個裝甲塔 前面打裝甲然後裝甲 裝甲塔 然後把家裡全部插滿TC喔 然後不是插滿TC阿 插滿劍塔 然後做防守 這樣這個打法是只能守到自己的 但是會拖到隊友 嚇水阿 那所以呢這個裝甲的部分呢 你就要盡可能的去前線去騷擾他 讓對方的內加跟外加 盡可能的把他的兵喔 拖在他們的外加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哥德的裝甲塔的運用價值喔 就會非常的高了 因為本身你哥德外加 又跟對方的弓兵拚贏的話 數量跟其他的特性來說 是打不贏的喔 經濟上來說也是喔 因為你是只有步兵有節免喔 並不是弓兵有節免喔 所以這個招數是對 哥德來說是相當有用的 那我們就來看這場會不會出現吧 因為昨天我上傳那個 其實我有講話 但是他沒有錄進去 也不是沒錄進去 就是陰鬼壞掉了 好 接下來這個綠色 綠色是這個提姆大師 瑪扎爾 瑪扎爾的話 算是偏後期的文明 那前期的話 最強的優勢 是這個弱馬 免費給一攻的效果 那後期呢 這個騎士的傷害 也是會慢慢地增上去 也是直接給攻擊力 主要的一個經濟效益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基本上他是 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建議還是打這個強軍C點 會比較好一些喔 拚運營的話可能會拚不太一點 接下來來看這個 伊索幣 伊索幣的話也是我們之前講到的 他是與警刺賽爾特的文明 而且他比賽爾特的抗壓性來說更好一些 今天賽爾特的打法比較算是 打這個直層伸頭的戰術會比較強勢一點 在封建時代跟對方拚弓兵的數量來說的話 是一定拚不太贏的 所以賽爾特人的話通常會前面一個直接為死插箭塔 然後城堡時代蓋BK生旅的一個方式去前壓對手 那伊索幣的話就不需要了 直接出22匹小弓 然後後期轉頭車火炮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伊索幣也算是非便即選的阿拉伯文明之一喔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紅色 是越南隊選擇的越南人 越南人選越南人 問題不大 問題很合理 然後接下來越南人的話 這個騰甲弓兵也是非常難產的單位 那即使沒有出騰甲弓兵的情況下 他的這個射箭場的血量 這個單位阿公兵血量是非常厚的 他特別注意到他的時候 頭車砸下去一發不會死的狀況 所以越南人的一個打法也算是比較 也是比較可以比較輕鬆玩喔 因為公兵真的蠻坦的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黃色的 黃色高免的話 他的肉量算是蠻多的 但是在內加的情況下 通常只能打這個重裝騎士喔 後期轉這個毛巷服會比較適合一點 但是越打後期的話 對方一九二遊俠出來 或是其他的遊俠出來 他重裝騎士的影響力就會沒那麼好 會有點算是比 可能比波蘭的重裝騎士好一點點喔 但是數量上可能也不會贏過波蘭的重裝騎士 所以高敏跟波蘭都是處於一個 團戰後期是比較尷尬的一個地位喔 那我會個人認為他會比較適合在前線蓋馬舟 然後直接建立一個殖民地 然後插下好多的馬舟大量前線報像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然後後面再搭配幾個奴砲 在後面串燒 雙倍奴砲串燒 就很適合了 好這個是我個人的感想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的話是打這個馬扎 不是這個伯根地喔 那伯根地的話前期激進很好 而且馬舟單位的馬舟的科技是減半的喔 所以他的遊俠輕騎兵升級喔 都是半價 所以他升遊俠輸出最快的 但是作為一個nerf喔 他的品種是沒有的 所以他的遊俠顯量會直接少20滴血 那我們這邊看到 哥德爾直接前壓抑波喔 果然是要來打這個裝甲塔 在這邊裝甲塔有個細節喔 這要打三棒棒啊 好不能打兩棒棒 打兩棒棒的話你的威設力就不夠 因為我們以前的影片裡面也有講到 兩棒棒跟三棒棒的差別 就是在於 三棒棒你是帶著殺意去出的喔 那兩棒棒的部分 你是帶著你的棒棒去乳乳小小的而已喔 好便不是真的要殺人喔 你真的殺得到人的話 那就是算你狠 那就是憑個人實力造化的 那哥德爾還在那邊 色別人的路 色別人的豬 欸他這個 哥德爾殺豬有額外傷害加成阿 一隻村民也可以 達到很多傷害阿 這真是前期開稿欸 好 這邊果然插了一座塔 那這邊稍微微一下 讓自己不會第一時間被戳進來喔 這個箭塔 那棒棒的部分這邊直接先開一扣 這邊直接也建個箭塔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直接 直接射後部裡喔 不是射後部裡 直接插後部裡 不是也怪的 就是直接插了趕快走人 不要在那邊對射了喔 這邊對射沒有意義阿 雖然可以射個幾下 可能但是對手不會那麼傻 我覺得這邊直接剛剛繼續走 然後在這邊繼續插 直接升插到這個地方喔 OK那這邊就已經斷線了 那我們就稍微等一下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好 那我們從剛剛斷線的地方繼續來播 這邊升插之後 哥德爾又選擇回去 金塔那邊偷做色色的事情 想要來色色這邊 伐木的村民 所以這樣不太好啦 但是他這邊又很害怕 後面的那一家 送送的刺喉 直接做個包炒的動作 所以這邊直接選擇了 鎖在家裡 不敢出門了 好這邊趕快圍 而且後面這邊肉麻的數量很多 這邊還是覺得選擇收村 先去繼續射村民 但這邊村民應該是跑不掉了 完蛋了 好吧 那可能 那他剛剛可能也沒辦法生差了 他可能直接撤退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直接 直接掃武村也是蠻傷的 好 那我跟哥德爾的判斷都錯了 確實人家打一個正常的開局喔 刺猴加上小弓的一個壓制喔 是非常痛苦的 沒辦法逃出他們的手掌心喔 好 那對方的弓兵也是慢慢出出來了 那我覺得他這個打法的話 應該劍完這個劍討 馬上往後撤退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繼續往裡面查 因為我剛剛也沒有看到 好我以為這個是 右的刺頭 好像習慣 你要打飛鏢騎兵怎麼還會有刺頭 好 原來是不 不跟弟的 難怪他剛剛也直接回去建塔 不敢出去 好我想奇怪怎麼還要回去 好原來是我完全看錯顏色 OK送送的肉馬直接跑得過來 那薩爾森這個文明呢 雖然前期 經濟會比較差一點 工兵水段會比較少 但運到哥德爾的話 應該也沒問題啦 畢竟哥德爾也不會出工兵喔 所以薩爾森人可能前期來說 發展來說會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這邊是處於薩爾森會有主動侵略性的一個效果 今天薩爾森的工兵布工的部分 對這個建築物是會有外傷害的 不管是打這個木牆或房子 打出一個破口來說的時候 是對他來說是相當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來看看喔 待會薩爾森這邊會不會直接射進去 不是說 我說射破這個木牆進去喔 這個講話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真的很怕被這個Youtuberban 雖然我從來沒有被twitch編過台 但是 可能也是我這個 一講話都很小心吧 可是也是因為講話太小心 所以才沒有人看到 哈哈哈哈 講話不夠新啦 大家都喜歡三星色 就我太清純了 沒有辦法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右野已經挖好石頭 直接蓋住一座城堡了 緬甸的這個飛鏢騎兵待會出來 就可以一打二了 那這邊哥德的經濟也沒傷到的話 就很虧囉 欸這邊應該可以殺到一村 這邊躲劍石躲得很漂亮 但下方有這個 刺猴過來救一下 欸還跑很好 反正這會再多死一村的 但沒有 但哥德前面已經送掉了五村喔 這邊可能還是要稍微小心一下囉 這根劍塔太貪心了啦 如果是我就會插在這裡 這個採礦一定這裡 然後這邊再插個一根 這裡再插一根 木需一個 石需一個 然後金礦根一個 總共插三根 如果再合一點 前面這邊再插一根 四根 然後這邊再圍起來 防守來說 溫檔檔 看他問 對不對 這個做法 似乎比較適合一點 欸突然覺得 我好像也可以玩阿拉伯外加啦 突然我覺得 我突然 我突然懂該怎麼玩 但是這個需要跟隊友溝通的喔 因為你基本上是在賣隊友的 插箭塔 只防守自己喔 沒有防守到隊友的 但隊友如果是打一個 寶兵超強的單位 例如什麼西班的征服者阿 風琴炮阿 或者是緬甸人 飛鏢騎兵阿 基本上打馬功很強那一種 都可以 那還有誰我想一下 多了青火槍兵 有點不太適合 冤火槍兵走太慢了 好 看起來前面這個作戰方式 對他來說賺到一點甜頭了 這邊偷叉叉 一下 恐到一下的送送馬上有了反應 直接跑走了 好 那這邊哥德爾 前面搞完之後 繼續搞後方 各種開稿阿 哇這個劍塔又再差了一個這邊 那這時候送送是還 沒有到城堡時代了 雖然他是第一個要上城堡時代的玩家 但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喔 那這個timing點來說 會有點為 顯得有點尷尬 沒有他這邊一上城堡時代 是可以馬上解掉這兩座劍塔 除非這邊為大石牆 然後放村民進去或小空進去 增加這個抵抗力 或是繼續 繼續升差 多差一點劍塔 那我覺得這邊 再怎麼騷擾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力了 因為對方直接插一個寶 沒了 一寶插爆兩個 劍塔 然後待會馬上輕裝騎兵出來 再來一個解圍一下就沒問題了 好那我覺得其實灰色玩家 不用那麼執著於打送送了 去插下面的玩家也不錯阿對不對 插這邊一根劍塔 或是直接插這個金去 哇 這也是高地了 要是人插得起來 這個金直接爆開也是蠻舒服的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 他也是有意識到時間可能不夠了 因為大家都快要到城堡時代了 基本上城堡時代之後 這些劍塔就是 裝飾品 哇這邊還打出一個洞來 尷尬 後面的長狼兵 來救一下 OK 好那又的廢鏢齒兵已經出門了 數量5隻 下方的部分呢 打鬥也沒有特別的誇張 越南這邊的工兵血量很多 36滴血 這很多 那一般的工兵只有30滴 一手臂這裡也沒有選擇 跟對方的工兵做一個交戰動作 而是選擇往下走 雖然兩邊都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對方的工兵也第一時間有升級 好那這邊下面工兵也有被看到 往下走嘍 那這邊飛鏢騎兵 直接打後面的一個破洞 然後來直接針對伯根蒂 那這邊一手臂 工兵可能 一手臂 這個薩拉勝的工兵 可能要趕快過來救一下 因為薩拉勝的工兵 是目前打這個飛鏢騎兵 比較有用一點的單位 但數量也要夠多才行 但數量夠多的話要特別注意 不能聚在一起 因為一旦聚在一起之後呢 這個就很容易被飛鏢騎兵 一次擊垮 好那這邊薩拉勝似乎沒有 抠殺身過來 殺車很努力的在前線 對哥德的造成大量輸出 那這邊 箭塔也沒騎起來有點尷尬 這邊應該要早點蓋這股高地的 好這邊果然要再補個箭塔 但如果說我會補左邊這個位置 但要相對來說會更安全一點 因為人家站這個位置 還是可以吃到你挖石頭的村民 所以這個插箭塔的學問 也是要稍微研究一下 不能這樣隨意亂插 就跟那個米一樣 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位置 插錯了就不太好 好那有紅色高綿 不是高明 這個越南 一個人單打毒的 直接扛兩家 已經是上籃硬砍 但是後方攻兵也是努力輸出 這邊有可能寫的掉這一坨 好但是前方尼索比亞也是 也要面臨一打二的狀況 那這邊有攻速上的優勢 會直接像他一樣邊走邊射嗎 決定直接往後走 哇這是不是更明智的選擇 這樣子的話 輸出的傷害就沒那麼高 後面還可以會合一下 也可以等對方騎兵過來 稍微擋一下之後再打 OK 攻兵過來集結一下 攻兵直接開射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以索比亞的11%攻速加成 但是隊友直接往前送了一波 後方飛鏢騎兵被攔截了一下 馬上輕裝兵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用少量的奴兵加上輕裝兵的傷害 也是截掉了一些飛鏢騎兵的數量 那正面的部分 哥德爾還是被弄到生物法治裡 現在還沒辦法點上城堡時代 箭塔還共差5根 但是這5根差的似乎也沒有特別漂亮 防守範圍還是有點偏小 那看起來薩拉森這邊 給到壓力還是蠻大 飛鏢騎兵這邊抓到了對方攻兵的位置 這邊攻兵第一時間散開 但散開之後被飛鏢打的一個傷害還是太高啦 哇這時候就是飛鏢騎兵 好像鬼 接下來下方的一個部分 越南跟緬甸 這時候是他們應該最強的時期之一 因為緬甸這個時候的肉量採集是非常快速的 越南這個時候頭車一發也砸不死 除非你原地不動站的讓他砸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最好做進攻的時機點 確實是這樣子 他們也很努力想要嘗試打破一個破口 那這個破口要怎麼打出來呢 有點是看弓兵的造化了 弓兵騎士在團戰來說是個主力 騎士反而是輔助的 你要能真正打贏正面的話 其實是需要靠弓兵數量去堆疊起來的 那兩邊的經濟騎士差不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下面會是打得五五開 除非又突然加入下方戰場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這邊騎兵 過來看到這邊蓋TC 開心了一下 限檢村民 直接檢光 也要騎兵跟鬼一樣 正面 正面這邊 箭塔尋繞 這個戰術就是我們昨天的那個影片有看到的 雖然可能很多人沒有看 畢竟這個我的解說直接聲線不見了 只剩下RP在那邊動來動去而已 這邊直接進來 這邊進來之後 緬甸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他沒有帶任何的工程器 這邊要抓到只能抓到這些 離劍 這個 射程外的 TC跟城堡射程外的村民 後方就只能硬拆農田 那拆農田速度也是超級快 下方這邊再做一個對射的動作 我們稍微看一下 兩邊互換的結果 感覺是不分上下 數量都沒有明顯的太大的差異 那後方這邊還是有被騷擾 被騷擾到一點 這邊果然是繼續往下插路 這個哥德的箭塔 這裡飛躍騎兵稍微駐紮一些單位 在隊友哥德的家裡 去做一個補強防禦的動作 那下方飛躍騎兵走了出來 沒有再繼續深入 他也意識到這邊一深入進去 可能就一去不復反了 他這邊一直把戰場拉到對方家裡 然後經濟開始在家裡自己農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城堡往外插的方法 算是一個比較控毒方的 方便的一個意思 不過我覺得是一般玩家是不太會有的 好那這邊有個細節 這邊後方攻兵是有踩這個高地的 所以這邊射對方騎士山是很痛的 有這個高地傷害的加成 好這邊下了高地 這邊直接射出一個優勢來 很明顯有踩高地跟沒踩高地 這個傷害是非常龐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玩家們在攻兵互相對射的情況下 要特別注意開戰的地方是否有高地 有高地的話盡量往上踩 但只要一往上踩 對方就會稍微有點害怕 會猶豫不知道要不要跟你對射 但如果就算跟你對射的情況下 你也基本上也不太會輸 所以這個高地打這個滴滴的一個部分 是玩家們新手是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新手玩家並不知道 四季立國其實有這個設定 高地打高地 高地打滴滴的這個傷害加成是非常誇張的 好這邊有這個彈道學的工兵 這緬甸 非常痛 但這邊又想要直接把這坨工兵吃掉 有點太硬要囉 這邊直接上來硬點 但工兵有散 散陣之後就往後拉打 拉打之後都是原地開火 沒有特意集中火力打任何一隻的飛鏢騎兵 那這邊散陣結果感覺工兵數量不太夠 還是打不太贏 哇這果然是飛鏢騎兵數量起來之後 打騎兵工兵都是能打的 好那下方工兵 這兩邊其實對於越南來說是不太有利的一局面 這邊的出兵點是雷伊索比亞湯比較近一點的 雖然這邊是有高地可以稍微站一下 但這邊出來的騎兵支援的距離實在是太近了 所以這邊工兵數量很快就被吃光了 大量的一個騎兵直接驗了上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這邊直接對一個寶 這個想要蓋這個主堡的位置 因為他這邊應該是有馬上輕裝騎兵 有看到村民走出來 所以第一時間他就知道對方來蓋城堡 所以他在比對方還要來找之前 就蓋一下這個地基了 好 那這個城堡就被迫蓋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來說的話就沒有那麼顯的有殺傷力 但是他這邊蓋前面蓋寶 主要是為了一個原因 是為了想要在前線蓋這個巨型頭死機 所以才刻意蓋在前線的位置 好這邊再做一個閃陣 就把敵人爆打一波 有點掉 ok 雖然這邊又靠著一擊之力 直接點爆了對手 但這邊這個寶能蓋得起來嗎 只有四個人蓋寶可能會有點吃力 配表騎兵再一次看到了對手 但是直接選擇了後退 哥德上到城堡時代之後沒有專心 反而出了少量的哥德衛隊 在前線做個騷擾進攻的動作 這個打法會比較犀利一點 因為對方工兵看到哥德衛隊 實在是毫無招架之力之外 他的哥德衛隊還可以直接硬扛TC的箭矢傷害 直接TC下開砍 由於TC的傷害只有5加3的傷害 所以打下是一滴血而已 哥德衛隊是7血 7防 哥德衛隊在城堡時代中期 就開始會慢慢有影響力了 這邊告面果不其然出了大象 轉個大象還是對他來說會比較好打一些些的 前線蓋了城堡之後 巨型頭時機開始在拆城堡 那這邊越南A隊要做的事情 很簡單 就是城堡多蓋一點 巨型頭時機 多按一點出來 直接反制 只要能把對方的城堡先行拆掉 你的騎兵就可以上前包夾 姊姊追逐工程器 跟飛鏢騎兵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那這邊他選擇是馬上 青裝兵的先升級再說 巨型頭時機並沒有第一時間慘 但是右這邊還用後放城堡 拉了一台巨型頭時機過來 所以這邊慘人來說是完全大壓對手 不然如果這時候對手直接三個 城堡慘巨頭直接硬拆的話 是一定能拆得贏了 因為他後面並沒有村民可以去做修理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邊有點尷尬 應該第一時間 而不三級青裝騎兵的話可能又能打贏 這有點尷尬 可能我不太知道這個決策是什麼 但我覺得他這邊決策應該是對的 畢竟人家是高手 我相信他的決策是對的 但他這樣做就會有這個問題 巨頭數量你一定會輸 那輸的情況下 勢力你的城堡是很難拆贏對手 很難拆贏對手的情況下 你就只能硬著頭皮 硬上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這邊直接硬上打法 看起來兩邊想要說掉很快 但是飛躍騎兵利用了自己的高 高傷害拉打的方式 集垮非常多的馬上輕鬆騎兵 後續的城堡部分 看起來 哎呀很痛 城堡應該是只能拆掉一座而已 好這邊再射再射 哇這邊工兵 射掉非常多的緬甸的飛躍騎兵 最近決定不扣了 但哥德威隊第一時間已經過來做支援 但哥德威隊砍 攻兵傷害也太高了吧 爆血一波阿 哎呀呀呀 好那這邊點下了銀罐 葡萄園 葡萄園點下之後 農田會慢慢產出少量黃金喔 那這個能力跟C第五四代的 英格蘭有點像 所以慢慢產黃金的部分 但這個效果是比四代來說 稍微弱了一點 最近太強的話有點做壞 好目前看起來下方兩邊打鬥的結果 並不是非常重要 上方這邊能反推回去是相當關鍵的 但是這邊會出事喔 出事啦唄 哇這邊有點虧阿 先攻兵直接被吃光 確實不太舒服 好那 沙拉圣這邊卻沒有繼續 防守了 而是主動進攻 那這邊已經到了帝王時代的緬甸 不知道怎麼打呢 這邊有點下安卑人戰術了 OK2加3經濟飛鏢騎兵 那沙拉圣這邊也是帝王時代 有火砲也有巨型頭C可以做使用 但是攻兵部分還沒升到強弩 顯得有點尷尬 這邊有點打不太贏正面喔 好這邊經濟不太夠的關係 轉出了戰毛並升級 看來是想要用戰毛去應換對方的飛鏢騎兵 好那回到下方的部分 下方越南的攻兵騎量已經高達48滴血 基本上要逆發投射 舉起掉這些強弩的話 只能依靠火炮跟中頭部分 清頭是沒法處理掉的 正面看起來也是不需要 後面的高免動動騎士 直接上面硬砍 吃到帝王時代的馬扎爾 我們要第一時間可以升到遊俠的部分 欸他有遊俠嗎 馬扎爾好像有 好 好這邊走進去看了一下 好這邊有個宅口 下方越南一隊能打進去嗎 這邊只要能傷到伊索比亞的經濟 基本上就斷爛了 好後面馬上清中騎兵 想要去後面騷擾一波 但第一時間嘛 點點的飛鏢騎兵做一個攔截動作 前線哥德的城堡直接被擊劃 那他這邊也沒有繼續按更多的哥德衛隊嗎 看起來經濟不是很好 雖然這邊非常多箭塔 但其實射這個馬上清中變傷並不高 只要一滴血傷害而已 還是需要靠緬甸幼 這個飛鏢騎兵來拯救一下 好下面直接變成了一個大後期開戰 那正面來說 越南這邊是拿到了非常大的優勢喔 越南隊這邊直接重重騎士 開砍中國隊的村民 哇這邊村民直接爆滴 越南A隊拿到了非常大的優勢 村民術現在差距大概130村 而且越南A隊已經準備在開始跑貿易了 中國A隊現在連防守都有點 都有點防守來不及的感覺了 雖然要跑貿易也不太可能 好這邊點下遊俠了 好這邊點下遊俠了 OK馬尚爾中點下遊俠 但是這個實際點 隊友已經死了一半了 其實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在這樣打下去的話 其實對越南來說是越來越有利的 那這邊可能要靠右來拯救一下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那中國A隊這邊持續的做一個拉打動作 但是經濟差距是越拉越大 哇沒想到越南隊這麼強 我以為中國隊是更強一點 沒想到越南隊更強 真的是不能小看其他國家的 這個有時候自己的心中的排名 會跟實際上的往往會差蠻多的 這就是所謂的私心吧 我覺得中國隊會很強 但其實上 比他們更多更強的隊伍 還是大有人在的 這就是1-3還有1-3高啊 好那目前看起來 越南A隊 應該是快要拿下勝利了 這個村民差距實在太明顯 再來就是後方的貿易地帶 也是被控的下來 基本上他們也不太可能在這邊展開新的貿易 要跑貿易也只能跑短貿易 而且跑短貿易還有可能會被 直接騷擾市集 那是阿森後期直接轉一個工兵大雜匯 火槍兵毛兵工兵什麼都出 那正面緬甸的飛鏢騎兵的影響力 逐漸開始減少 原因到了後地以後的時候 大家資源都很充足 基本上可以用大量的兵 直接上前硬A 連操作都不用 但是又到後期還是要 繼續控制飛鏢騎兵 才能打出他應有的價值 如果在原地戰A的情況下 是有點難打贏對手的 那就是飛鏢騎兵的地龍時代的一個狀況 目前到了地龍時代的遊俠馬扎爾 還在努力的幫隊友防守 但這邊繼續月幫下面的話 感覺好像也幫不太起來 而且哥德本身已經快要被滅國了 這邊雖然有大量城堡跟劍塔 但是打這個馬上輕鬆起兵完全沒有任何殺傷力 大象也直接頂過來 直接硬頂城堡 城堡 城堡喜歡掉速度非常快速 兩隻上三千多滴 大象直接無視其他單位 工兵射射也只是會射到那麼一點點的傷害 這邊大象選擇要去後面採工兵嗎 如果是我會想要直接先拆掉 沒有關係 每個人的選擇都不一樣 接下來看上方 大沖車也來了 這個已經是薩拉森的 因為薩拉森是用大沖車 大沖車我可是印象很深刻的 強大的拆建築能力 工兵有打建築物有在傷害 沖車傷害也是很高 我印象中好像哪個薩拉森打爆過T90的樣子 剛才兩名前 好懷念喔 哈哈 好 不要老人 突然老人講鼓 有點感慨 現在的舞蹈兵這麼菜 哈哈 好 哥德這邊是選擇的往後 沒有想要往前 這裡往前不太可能 這邊工兵數量其實很多了 而且衝刺數量很高 這邊只能步兵守城堡下方 然後這邊摳了一下馬扎爾的遊俠過來 來打一波會戰 那這波會戰應該是有點難打贏喔 很明顯數量上就已經不是很對等的一個數量了 好 那工兵這邊要來cover一下上方的工程 好 已經進攻 第一時間想要去後面偷拆菌 偷拆了兩座 第三座沒拆下來 但是大衝刺已經頂到了城門下 人們直接被捅爆 很飽整個大迅速著火起來 第一時間長槍兵想要過來拯救 但也於事無補 因為長槍兵的傷害實在太低了 那後方的馬扎爾也直接被擊潰 緬甸的飛躍騎兵也沒了 這邊我們恭喜 越南A隊拿下了第二場的勝利 那中國A隊有點可惜喔 我沒想到中國A隊會在這裡被擊垮 那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這裡又絕對是第2名 第1名是這個伯根蒂 因為伯根蒂有這個經濟加成 但緬甸的話就只有伐木免費科技而已喔 好吧那很可惜喔 中國A隊沒有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但實力還是蠻強的 哥德爾在前面的戰術是有打到他的精神 但他這個後面這個劍塔插的位置我覺得不夠好 他這個劍塔是可以再插得更犀利一點喔 讓防守的範圍更好一點 然後會減少一些損失喔 然後會減少一些損失喔 那下方的伊索比亞跟馬扎爾的問題喔 可能是經濟上一點跟我們上對手 這個越南人喔跟高緬的經濟喔 本來就會好一些些喔 那這兩個又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自然上就很容易打輸對手 那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文明的選擇 稍微差了一些些喔 伊索比亞的選擇並不是不好 我覺得反正是馬扎爾這個文明喔 有點顯得微妙喔 如果什麼選個法蘭克阿 或者是一些馬國經濟有加成的文明喔 可能會更好一選 或者是選個什麼印度斯坦 但都有可能被ban掉了 所以才會可能這樣選 反正沒有辦法 這也算是戰術的一個選擇之一喔 好啦那我們恭喜越南英隊拿下這次的遊戲比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就到這裡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那訂閱的部分也不要另想 幫我按個訂閱一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